哈囉大家好我是娜娜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今天的開箱算是一個綜合開箱 就是帶大家看我這幾個月來 到底買了多少的PTS周邊 今天的影片應該會稍微的有一點點的長 因為我買了還蠻多東西的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看下去吧 第一個我們要來猜的就是 這個周邊的故事說來很長 反正就是呢 我當初想買但是又一直沒有下手 然後呢結果它就一飯二飯結束 到最後補充上架的那一刻 我決定就是不能再等了 要把它買下來 就是這一箱 就一起來拆 其實我有不小心拆開過 因為就是我那時候在找手燈的時候 不小心把這個包裹拆開 但裡面的東西我還沒看過 其實有些包我已經沒有拆掉我也用過 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到底瘋狂的買了多少周邊 就是那個錢直接這樣飛走的那種概念 我們就來開第一個 第一個包裹 它是Butter的周邊 跟大家說我買周邊的習慣 就是我喜歡買那種服飾類嗎 飾品帽子 然後有歌詞在上面 那種我比較喜歡 然後像我跟我朋友完全相反 我朋友都喜歡買那種 立牌啊或是就是有防彈的臉在上面的周邊 但我反而比較喜歡買這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裡面的包含 我要送給觀眾的禮物也一起來了 第一個就是這個 先來看一下這個 是那個tiny done的吊飾 一個是這個 這是要送給觀眾的禮物 是進一個吊飾 然後因為在台灣的快閃店 跟那個快閃店的官網都買不到 所以我就在weaver上面買 這是我們的第一樣 就是給觀眾的禮物 然後再來呢是 哇 好開心喔 這手環其實我看到第一眼就很想買它 但是我就一直猶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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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差一點買不到它 還好我有買到 這個是Butter的手環 我們來看一下外包裝 外包裝不錯欸 然後後面還有 成員的名字 這個包裝我已經好好留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長什麼樣子 登登登 還有儀式感喔 欸我覺得 哇 就是這個 就是這條手鏈各位 這條手鏈真的是 我看到當下就很想買 然後我記得它好像也是 925贏的嗎 我記得印象中是這樣 現在把它拆開來 它兩邊是這樣愛心 然後可以扣 把它扣起來 第一個手鏈是這個 這我應該曬得下 我來扣扣看好了 欸 它直接這樣就扣進去了欸 各位 然後它的 我很喜歡它的設計 是兩個愛心扣在一起的設計 不知道這樣大家看不看到 兩個愛心扣在一起的設計 再來看下一樣 這個盒子我一定要把它好好鎖起來 這盒子好好看喔 下一樣 是我心心念念的 也是我第一眼看到就想買的 是帽子 是漁夫帽 各位也知道我很喜歡戴帽子 就是各式的漁夫帽啊老帽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這個帽子的時候 我是一眼愛上 因為它的風格就是那種很簡約 然後這邊有歌詞 然後又有一個那種小LOGO有沒有 各位我真的熱愛小LOGO的東西 有小LOGO我就是買了 然後裡面的話它有一個防彈的那個標誌 好可愛喔 我現在就要戴 它的戴是戴側面嗎 還是戴正面 哇 欸我真的好喜歡這個帽子喔 如果戴在正面會不會 我覺得戴側面比較好看 我有點想戴這個繼續開箱 大家覺得怎麼樣 大家覺得這個帽子怎麼樣 再來我們要來開箱下一樣 我決定戴著帽子開箱 下一個物品呢是我已經開箱過 然後我有在直播上面跟大家分享 但是影片裡面我還沒跟大家分享 就是 手燈 然後大家別忘記 年末會有抽手燈所以趕快訂閱想 希望年末可以達到一千訂閱 讓我才能順利的抽手燈 登登登 這次的手燈我收了三種 然後這個是二代三代跟 Special 版 所以我還差一代沒有收集 然後如果有人想要賣一代手燈 或是有看到有人在賣一代手燈的話 可以跟我說一下 目前的話我只有特別版的手燈是 就是Weaver上面買的 另外兩個都是跟別人收的 算是二手的吧 但是我覺得狀況都很好看 這我在直播的時候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種我可以放在前面打光欸各位 就是它會 有沒有 我現在放在前面打光 它完全OK 是可以堪稱一個那種 眉光燈的那種概念 然後這是特別版的手燈 然後我就一個一個拆給大家看 這個是特別版的手燈 大家看一下外觀上的差異 這個是三代的手燈 但我裡面還沒裝那個 還沒裝電池 我這個特別版的時候有裝電池 因為那時候看那個線上的長盒 然後二代 其實我覺得二代跟三代手燈沒有差很多欸 就是 好像是這個握把的地方不一樣 然後呢 裡面都有那個 可以搖的 有聲音的 大概外觀上的差異是長這樣 然後我覺得特別版手燈是完全長的 就是一個特例讀清完全不一樣 我個人呢 看到三款手燈 其實我都很喜歡 但我個人偏愛特別版手燈 因為我覺得它看起來就是 很高科技的感覺 所以三款手燈分別是長這樣 如果大家有看到一代手燈的話 記得 來私訊我 就我蠻想收起 就是三個手燈 喔我發現欸 二代版的 欸不是三代 三代版的手燈裡面 有個BTS的那個LOGO 不知道拍不拍出來 這裡 我自己是覺得 游泳三隻手燈非常辛苦 我希望我能收到我的 最後一隻手燈 再下一樣呢 是就我已經開箱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更詳細的開箱的話 可以去看 就是我前面的開箱影片 就是我又買了一個 抽獎 要抽獎給 這也是要抽獎給觀眾的 ONE的DVD版 突然忘記它的名字 然後我也有買一隻藍光版 然後這兩個版我都有開箱過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可以就是點我其他影片 看更詳細的開箱 然後今天的影片呢 也會抽出這一位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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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D版的得獎者 漂亮的DVD版 給大家看一下 登登 因為上次我抽到致命 所以我就有跟大家說 所以我決定這次 加抽給大家 然後今天的影片就會抽出來 就是在片尾的部分 然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呢 我在收手燈的時候 有觀眾 就是送我的一些 東西 就是 我自己都還沒有開箱 就是 我想說可以跟大家一起開箱 就我很 其實我很感動 就是很謝謝 謝謝觀眾有時候就是 會送我一些其他的東西 天啊 這一整袋 哇 還有致命的 哇 好好看喔 這一盒 哇 謝謝 這也滿滿的一疊 真的謝謝 真的謝謝你們 真的有時候大家都會 有時候有看到應援物 然後都會留給我 超多張小卡的 啊超可愛的 雖然其實每個時期的 知志銘 或是每個時期的BTS 我都會稍微關注一下 但那時候沒有到非常用心 去了解他們 現在我真的是覺得 唉 有點後悔 謝謝你們送我這一疊 真的很感動 因為 哇 好好看喔 因為其實說實在話我覺得 我算是 也不能說錯過他們的一些時刻 但是就是 沒有到非常的應援他們 就是可能只有默默的 聽他們的歌啊 也沒有買專輯什麼的 然後我現在 長大了可以 可以追星的時候 就會覺得 想要盡一點心力 2020年的 Season Greeting耶 其實我真的有想要 其實我真的有想要 就是收 謝謝 我最近有點想收以前防彈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 就是連手燈什麼的都一起收 然後 袋子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 哇 我真的好感動喔 真的很謝謝 哇 這個是 這是2020年的 Winter Package 哇 哇 大家 啊 這麼可愛喔 這好可愛喔 謝謝 我不知道講了幾次謝謝 但我真的是覺得很開心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算是 算是我錯過的吧 對 然後還有一個也是 觀眾給我的 也是歌愛給我的 知名的Holo卡 啊 我的天 我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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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還有一張 Map of Soul 7 各位我現在很認真的 要來補� 跟補一些周邊的東西 然後下一個開箱是 我們 那一天 出去 我買了一個這個 超可愛棉花糖的親民 我跟大家說 這個棉花糖的系列真的是 有夠好看 真的 我要 中草你們 一定要去買這個 我決定今天影片加抽好了 我想抽這個棉花糖的 試 就是吊飾給大家 BT21的 然後你們可以自己選角色 然後我會再去買 然後我會再去買 買來 然後抽獎送給你們 這是一個 應該會抽個三位吧 就是抽三個這個吊飾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這超可愛的 也是BT21的 然後跟大家說 就是那天 我們有出去的人 我一個人都有送一個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超級可愛 這個徽章 這徽章 我覺得不管別人在衣服上面 或是包包上面 或是你的化妝袋上面 都超好看 我沒有在想 考慮要不要把它當做團服 但是它已經售完了 因為這是韓國版的 然後它背後超可愛的 我會放圖片在旁邊給大家看 就是 就是我跟柚子一人有一件 超級可愛 就是原本我們想要當團服 但是可惜它已經售完了 之前它還有打折 如果我有再看到的話 會再問一下大家 後來我們有挑另外一件 是也是很可愛的 是紅色滾邊白T的 超級可愛那一件 沒錯 那今天影片又有抽獎了 零食拍到一半就想要加抽 我這個人怎麼這麼的好笑 完全沒有計畫 然後突然看到會覺得很想加抽 那我們今天就是在抽一個這個 抽三個啦 總共抽三個 棉花糖的吊飾 然後大家可以自己選角色 我會再去買給大家 然後這個別的真的超可愛 我最近真的買了超多 仿蛋的周邊 然後就是只要看到是 不管是BT21啊 Tiny蛋 或是像這種周邊 我覺得很想買 接下來還有一個也是跟BT21有關 就是剛剛還沒看完 是這個盲盒 這也是我在新西區的BT21店買的 然後BT21店有一個超級超級大的玩偶 應該150公分還100公分 我超級想買那個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我要怎麼把它扛回 我們先來拆這個盲盒 然後我記得它有 它的角色就是在旁邊 我們來猜 看看這次會猜到誰 其實我蠻好奇的 因為我其實很少拆盲盒 或是這種 什麼牛蛋啊之類的 我真的只有抽過一番賞之類的東西 但盲盒我真的是第一次抽 大家覺得我會抽到誰 其實 其實我覺得 我最想抽到的應該是 我也不知道欸 我覺得每個都好好看 有點想湊幾個 我們來打開來看看 好酷喔 這跟抽小卡感覺一樣欸 難怪 大家是因為這樣都很喜歡拆盲盒 盲盒啊 盲盒系列 登登登 會不會抽到隱藏版 啊 我抽到 因為我以為是 Suki 沒錯 我以為是搞混 我把 因為它長得很像餅乾 我一直以為它叫Cookie 它是Suki 我抽到Suki了 超可愛的 那麼可愛喔 我想再去買一個盲盒 完蛋了 下次我去幫你們買禮物的時候 我決定要再 要再去買盲盒 開給大家開 再來我們來開箱 今天的最後一箱 是我自己 期待很久的 希望我不會被被騙 這一個呢是 Innersoup快閃電的代購 就是還沒有在 呃 線上還沒賣的時候 我就已經下定了 然後其實也來很久 我都還沒開箱 所以希望我不要被騙 我買了Innersoup裡面的一個娃娃 跟一件衣服 哇 這個藍色的Innersoup的T恤 現在都快冬天了 早知道我那時候應該 買長袖 我真的是很愛脫開箱欸 大家 這個T恤 Oh my God 這藍色 喔好想現在換起來 啊超可愛的 然後旁邊有這個Innersoup 啊這件衣服真的超可愛 我應該 我覺得我應該多買兩件起來 然後我買的尺寸是M號 因為它最小的就是M號 然後穿起來大概到我的屁股以下 已經到我的大腿了 完全可以當oversize的衣服 完蛋了 我要去收起它這個顏色系列了 因為Innersoup這次 有出這個顏色 然後我很喜歡 它是有點天空藍 然後 現在看起來好像鏡頭上 有點紫藍紫藍 但是現場看的話 就是比較天空藍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個小標籤 大家我對於這種小標籤 這種 跟旁邊 這種標籤 完全沒有抵抗你 我決定要去買其他系列 我記得它還有 我記得它還有出帽T 大學T 然後跟棉褲 我覺得我應該會包一整個系列下來 這真的好好看喔 好 我們來開箱 今天的最後一樣 就是我們的 Innersoup的小娃娃 我來開給大家看 成功的把它解救出來 剛剛它是不是超級可愛 我那時候在滑啊 就是小紅書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都有推這一 就是有人去代購買這個 然後後來就覺得這好可愛 我一定要買一個 而且大家知道我是一個不喜歡綠色的人 但是 它真的太可愛了 這應該是 我有史以來第一次主動去買一個綠色的東西 就是綠色的娃娃 然後你看我的手在上面它就會一直 一直有那個 我來看看能不能寫BTS 來看一下能不能寫BTS 欸可以欸等一下等一下大家等我一下 就可以 可以欸 大家有看到嗎 BTS 雖然是反過來的 但是是BTS沒錯 Cue喔 那麼Cue喔 這是我今天買的最後一樣東西 其實我最近買了真的超多BTS的周邊 包括之前啦 就是去年整年 疫情的時候我真的是買了很多BTS的周邊 那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期待我們下次見 安妞 別忘記今天的影片是有抽獎的 我今天要抽的就是剛剛前面的那個 棉花糖吊飾 然後會抽三名 一樣的話是在這支影片底下留言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分享這影片到你的社群平台上面 那就可以參加抽獎囉 那我們就下次見 安妞 大家要不要開始今天的抽獎 就來開始抽獎 這次是抽ONE DVD的得獎者 開始抽獎 好恭喜 應該是Martinash對吧 希望我沒有念錯 然後恭喜你中獎 然後記得來私訊我的IG 然後留下你的姓名電話 還有收件地址 恭喜那我們就下次見 安妞